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其實又沒有 一開始抱著放假的心態 所以也會和家人和好朋友 去很長的旅行 因為之前不停工作這麼多年 很難去取得很長的假期 所以也很開心 回來後 也開始要接合 聊一下將來的動向 很多事情 而暫時性 我是自己開了一間公司 去自己接工作先 那自己的工作是否需要去? 因為你現在要自己去商量 如果沒有工作 但有些是OK的 你就會很開心 會的 有可能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要學 完全是另一件事 因為以前未必要最前線去接觸其他人 但現在是會接觸不同類型的人 可能以前接觸的都是在工作範疇上 同一個人訪問 又或者是同行、同事 但現在接觸的人的層面 是多了不同很多 我覺得挺有趣的 但其實也挺大挑戰 你有沒有說現在會做一些YouTuber 去試一下 有 那人去提議 也叫我這樣做 也有談過 但可能下一步 其實我也挺有興趣的 或者可能會有些 網上雜誌方面的工作 又會再談 但如果做YouTuber 你會打算自己做什麼方面? 其實可能是圍繞著我生活比較多 例如女生 我覺得護膚扮靚是一定的 又或者是寵物這些 我覺得都挺喜歡的 因為自己也有養狗 還有我覺得香港人現在這方面的聲音 是越來越大的 是越來越喜歡的人 所以我覺得都是要因應這個市場需要 那會是車子 為了 幫足音學院